王智英 剛才黃長老跟我提到宣教的問題 他認為我們的中國教會還不夠成熟 那當然我們是應該先做內部造就的工作 然後打好根基 然後還是就開始承擔普世宣教的責任 那我是認為兩者都應該同時並進 因為我認為中國教會史的問題 其中一個問題就是傳教師來到中國 他一直認為中國教會很需要 所以他不鼓勵你 一開始教會成立就應該傳福音宣教 那所以好像我弟弟他在讀臺灣的進行會神學院 那些幾個老宣教師從大陸策略過來 他們常常流著眼淚跟我弟弟他們這些神學生講 我們辛辛苦苦來到這裡 目的就是要對中國人對台灣人傳福音 可是你們都跑到美國去了 所以他們不鼓勵你宣教 可是我覺得這個是錯的 我們本來就是普世教會 所以那一個你本來就應該要對普世教會還福音的在 還福音的在 所以教會內部的造就 這個是勢必然要進行的 可是你要在有限的可能之內 就開始做宣教工作 而且不只是支持宣教 還要拆派宣教師 那所以我覺得像真道的課 或者是說你們在支持那一個北京的事工 支持成都的事工 我都覺得那是宣教的事工 那我是覺得上帝紀念你們 那基督教最早踏上宣教的其實是耶穌會 那耶穌會到什麼地步 耶穌會剛成立1536年 因為那個羅耀拉是1534年 然後就來到了巴黎 然後他1534年之前來到巴黎 他1534年他跟六個兄弟一起拜靶 你看這個就是我要講接下來 明天要跟你們講學生工作或知識分子工作 就是要有一群人共同委身 他跟六個兄弟就一起在巴黎的蒙馬特山的聖馬利亞教堂 他們一起委身要對抗新教的宗教改革 那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你知道他們畢業了以後 他們中間裡面的一個兄弟叫做 方濟各沙烏略 他就來到了印度 這個人如果你去布拉格 你在查理大橋上面看 如果你看到一尊銅像的上面 有四個小的銅像圍繞著他 在他的腳前 那個人就是方濟各沙烏略 那這四個小人 他們是東方人的臉孔 那其中一個就是方濟各 最先去傳福音的印度人 大有果效 他那個人去到那邊 然後他接下來就來到了馬六甲 他在那邊傳福音又帶領了很多人信主 然後他就從馬六甲再上到日本 所以日本的耶穌會 方濟各沙烏略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他在那邊日本傳教的時候 日本人挑戰他 如果你講的是真的 那為什麼我們對面那個大國 他沒有你們的教會 沒有基督徒 所以方濟各沙烏略他就 他知道他如果要征服日本 他就是必要先征服中國 這個也是韓國很多先生教師他們覺得 他們還要對中國傳福音的原因 日本人他們知道 所以日本人研究 他們研究中國史 比中國人研究中國史還勤快 如果你看世界史 他們編的世界史 跟西方人寫的世界史一定不同 為什麼 他們一定是東方史本西方史本 因為他們要想辦法把它研究到 東方也能夠跟西方一樣 大概就是這樣 因為日本人認為自己要進入世界史 就一定要把中國史也帶入世界史 因為日本的歷史跟中國幾乎沒辦法分割 那要把中國歷史帶入世界史 所以很多東西的那個來講 他就決定到中國來傳福音 那日本那個時候中國正好 什麼 明逃閉關自首 他上不了岸 他就在廣州附近的上川島 他在那裡 然後 他要對中國傳福音 但是進不去 他買通了船夫 結果那個船夫耍詐 把他拋在另外一個小島 他還是進不去 最後他憂悶而死 那當他死的消息傳到歐洲 歐洲的耶穌會跟歐洲基督徒 就前仆後繼的來到中國 這個就帶來 所以從1552年1551年左右 沙烏略史一直到1600年 立馬都攻到北京 整整花了50年 這個中間他們取得了 用賄賂 葡萄牙取得了澳門 所以澳門就成為 耶穌會進攻中國的基地 所以那一個奐里安 那個也對印度傳教 對日本傳教 也對中國傳教的人 他就曾經在那邊大叫 對著中國大喊 磐石啊磐石啊 你何時打開 對不對 所以他就說 上帝你一定要 我們要進入中國 只有兩個 兩個方法 一個就是中文寫作 中文論戰 第二個就是訓道士的寫 耶穌會就是這樣子啊 他們到一個地方 一直到今天 修道會的精神就是 拆派你到哪裡 你就是準備死在那裡 這個比我們新教的宣教士 強多了 對不對 你們知道 腳底按摩的無神戶 他是一生從瑞士就來到台灣 就一直在台東的山上 他就是準備死在這裡的啊 那這是他們那種宣教的精神 所以第一波真正把福音傳到普世 是耶穌會 那新教真正成為普世的宗教 是啟蒙運動的時代 所以請你不要討厭啟蒙運動 我們改革中很痛恨啟蒙運動 我知道 但是 基督教 新教成為普世的大宗教 是因為啟蒙運動 所以在適應啟蒙運動的挑戰 新教比天主教成功的啊 天主教在 天主教是緩宗教改革跟緩啟蒙運動的打手嘛 所以讓他停止不前 我跟你們介紹那幾個 那一個那個世界 那個什麼 那個大神絕佳對不對 你看 從 Thomas Aquinas之後 再也沒有天主教 的神學家出現耶 為什麼 他們的教育已經定了 他們僵化了 所以 無論是路德 無論是施萊馬赫 無論是巴特 所以我女兒在 虎仁大學的時候 他們的神父跟他們講 他說我們 從Thomas Aquinas以後 我們 沒有辦法產生神學家 為什麼 定於一 對 其實我擔心 改革中的是這個問題 這是我對改革中最害怕的一件事情 你不容許任何的 絕對不可以講改革中不好 對不對 所以 所以改革中也沒有辦法再產生偉大的神學家 對不對 你就要讓自由派神學 讓巴特他們去耀武揚威嗎 因為你沒有能力回應世代了 對不對 因為你的神學已經死了 已經變成教條 已經變了 所以我 為什麼我要清教徒的神學傳統 我覺得他是活的 到現在還是活的 我覺得我們在這個基礎上去花揚光大 在基礎上去花揚 耶穌會厲害到一個地步 我覺得面對中國 我們更要重視神學教育 跟整個教育的那個 你知道耶穌會有一個 除了做帝王的靈修屬靈導師之外 他們還做一個 第一次 開始跟新教爭奪那個什麼 那個中學生 就是耶穌會 耶穌會因為知道 那個誰啊 加爾文辦大學 他說 他覺得要跟那個基督教搶 我從中學就 所以他們辦的叫做人文中學 在歐洲各地辦人文中學 然後另外他們搶神學院 然後另外他們搶神學院 整個歐洲的各地的神學院 除了富爾達 跟另外那個 那個誰啊 莫扎特的那個家鄉叫做什麼的 是 不是正門讀以外 其他的那個神學 都是被那一個 耶穌會所籠罩 然後那個人文中學辦到 改革中很多人 還想把孩子送去給耶穌會受造救 因為他們什麼 都是用博士級的人代中學生 而且他們不結婚 他們可以一直關心那些孩子 我跟你講 我的女兒 整個人的重建 是在天主教被建立起來 她從小很自卑 找不到自己 她在天主教的裡面 那天主教的 耶穌會的 神父帶她靈修 修女照顧她 他們的老師 帶她讀原點 我女兒 從小是一個感性的孩子 現在變成一個才女 很厲害 她今天變得很厲害 我跟我妻子常常被她批啊 你知道她那個老師 把那個碩士級的論文 那個校外的論文 都是交給她去批 先叫她先看 然後老師再看 這樣訓練她 因為台灣的天主教徒不爭氣 所以她就覺得說 那就培養新教徒的那個 對啊 我女兒整個就是這樣起來的 所以我女兒可以講到啊 我女兒可以講到 郭牧師你怎麼讓女兒講到 現在不是我當家 但是我們那個牧師 但是她真的是可以講到 而且講得蠻好的 因為她整個的思想訓練 跟各方面的訓練非常的嚴謹 我在跟你們講說 這個 而且耶穌會的文化 產生的叫做巴洛克文化 欸 教會可以影響世界整個的文化耶 就好像中世紀可以塑造 歌德式的文化跟教堂 對不對 清教徒可以影響 你看 你去荷蘭 看那個清教徒 改革中的信仰所塑造出來的住宅跟環境 根據美東 你可以看到那個信仰所表達出來的光明 跟那種美麗 對啊 你看改革中信仰 清教徒信仰所在的地方 絕對是光明美麗 而且就是賞心欲美 很簡單 但是真的特別的漂亮 特別的漂亮 為什麼 那是信仰所產生的 就像我跟我的妻子講 你要讓你的卡片 讓那些色情的卡片 絕跡 讓它絕跡啊 我從香港讀完書回去 我女兒那個時候還有暑假去上幼兒園 拿到的卡片獎品居然那個卡片上面有 有色情 色影稿的卡片跟一些東西 我妻子說我做卡片要讓那個卡片沒有銷路 對啊 這是我們的責任 讓皇子整個社會腐化 把社會引導到我們的信仰 那這個就是很困難 因為這裡面就是 為什麼你要比別人 這個就是我們清教徒的那個工作觀念 對不對 盡你能力的奉獻 盡你能力的協審 盡你能力的那個賺取 對不對 Gad all you can Give all you can 對不對 這些東西是經教徒的 這個就是加爾文的精神嘛 日內瓦的那一盞燈 永遠最晚的燈是 加爾文的 日內瓦最早上最亮起來的第一盞燈 也一定是加爾文的 能怪加爾文會早死嗎 他雖然有聖靈的能力 還是要早死啊 你不要那個 好對不對 他才活了五十幾歲啊 我已經比他多活了十幾年了 對不對 對啊 加爾文到晚年的時候是滿身是病 你能夠想到的病他都有 對不對 這樣講他要人家抬上去 對 他還是這樣子啊 對不對 他就是清教徒的典範 我跟你講 約翰衛斯里也是這樣 對不對 我覺得實踐 日內瓦的精神的是約翰衛斯里 因為約翰衛斯里用清教徒的精神 讓倫敦的街頭 倫敦的那個 倫敦的那個 沒有紀律 沒有罪漢 沒有那個 那是加爾文至林日內瓦的榜樣 所以請你用這個角度看看約翰衛斯里 他是阿米念 他雖然是阿米念 除了阿米念之外 的某些東西 約翰衛斯里完全是清教徒的東西 你從他讀的東西 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 是我們把我們不要阿米念 那個天主教跟路德中 都是認為你們改革中在打內戰嘛 是我們把他趕出去的 當然我們不能講誰是誰對啦 可是我們好好的思想一些問題 對不起我這樣講有點得罪某些人 或者是你非常的那個 因為我知道很多人不能忍受我這樣講改革中 但是我真的在講說 一個基督教的文化會產生內在外在 還有整個社會文化的那個 我在期待在我有生之年 真的能夠看到類似教父級的人 興起為中國教會征戰 然後我希望 我跟上帝禱告 我去年要離開成都的時候 我跟王爺講 王爺你為我們禱告 還有15年 我現在66歲 15年的時候 80歲81歲 還可以 跟你們一起 然後也許那個時候 我可以看到中國教會的開放 我真的是像那個老西面耶 看到耶穌的時候 對不對 你可以安然接仆人 我希望看到中國教會 那一個像米蘭社令那樣頒布的時候 我說主啊 你就可以安然接我回去 對不對 但是 那個時代已經 產生多少的偉大的 在初代教會 已經產生了多少偉大的教父 對不對 我真的覺得 那我們從這裡面去思考 那一個 許許多多東西 我們從這些宣教士 甚至包括從那個耶穌會 我們都可以得到不少的靈感 難怪那個誰 那個趙天恩牧師一直就是 他對耶穌會一直很有好感 甚至他就是想 讓他的中國福音會 就是變成像耶穌會那樣的組織 但是我就覺得說那個很難啊 對不對 就像長老所講的 我們到底有沒有那麼成熟 對不對 耶穌會跟這些那個修道 他們有修道會的背景去支持你嘛 他們去宣教的時候是那個修道會去啊 但是我們新教的宣教是什麼 把你派去啊 然後你死在那邊都不那個啊 那個修道會的福音工作不是這樣子的 他們人去了以後 他們的那個修道的那個 那修道院是什麼 靈命學術跟實踐是聯合在一起的 我們當新教拒絕了修道院以後 一直要到1792年才能夠 產生出差異會來做宣教工作 對不對 那天主教的改革的力量來自修道會 天主教沒有辦法應付新教的挑戰 就興起修道會 來跟新教打仗 然後把成果帶回天主教 當他面對中世紀的異端的時候 教會被比下來的 就興起了聖法蘭西師會 他比那個異端更近前 然後 然後城市興起那個 亞里斯多德的哲學 興起道明會 然後去應付他們 因為教會太大沒有辦法轉動 所以就成立了修道 就由修道會來了 然後把收割的成果帶回去 所以既是能夠做體制內改革 又能夠做體制外改革 新教沒有這個動力啊 新教沒有這個 所以新教沒有靈修神學啊 老實講 新教沒有 你那個 那個貴格會的那個 或者什麼 改革中的靈修神學 從重生到信心 那個是哪門子的靈修 在天主教的那個裡面 你如果看桑莫教父看如雲 對不對 對不起 我有點跳出來 那時候我真的跟你講 我的老師問我也要 在牛津讀博士的時候 他生了一個孩子 快一歲的時候才發現他IQ是30 受不了 然後師母接下來得癌症 他拿到博士協會 他回到忠神 他後來師母過世 那個孩子他帶著 那個 他好痛苦 他就去找沙漠教護 盧雲 Henry Naan 他就跟他講 我是忠神的一個老師 想來拜訪你 他想要跟他談 為什麼我要 你知道他見到盧雲 他們都沒有跟講他任何背景喔 他見到盧雲 跟他坐著 第一句話盧雲 就看著他就跟他講 你怎麼知道你女兒 比你不快樂 她可能比你更快樂 老師一聽眼淚馬上掉下來 因為他知道 上帝透過他跟他講話 這是溫老師直接跟我講 跟我們講的見證 就像這位講的見證 他說他見到奴雲 他滿肚子的那個想要跟他講 我的妻子過世 我的女兒那個IQ30 上帝為什麼 但是他就看著他 他都還沒講任何一句話 兩個人都沒有 就跟他講 沙漠教護就是這樣 請你教我用改革中程學 詮釋這個現象 請你要教我詮釋 聖法蘭西斯可以對翔鳥講道 可以命令那隻狼 不要咬那個城裡面的人 請你告訴我 為什麼有那麼多的修道士 他們禱告要經歷耶穌的苦難 他們的身上就開始出現五傷 這個等一下我會跟你們介紹 教會歷史的七大傳統 屬靈傳統 因為你們要寫傳統 我一定要告訴 偷偷一些那個給你們 從教會歷史有哪些的 屬靈傳統 也許我現在先告訴你們好了 因為我覺得我們需要有好的 一個強大的屬靈傳統 教會歷史我們大概可以整理出七個屬靈傳統 第一個是初代教會為代表的蛇籍的屬靈傳統 甚至是殉道的屬靈傳統 我覺得我們中國教會繼承的這一個屬靈傳統 這個是在第四獎第五獎裡面 我從香港的一個老師整理出來的 蛇籍的屬靈傳統 你們看看第幾獎 第四獎 敬全主義 普世宣教第四獎的第一個部分 因為我本來想後面跟你們講 因為我講完宗教改革 我想說再讓你們看 因為我既然要跟你們講普世教會 所以我就覺得說 普世教會可以給我們有哪些東西 人家已經建立好的 對不對 第四獎有啊 沒有第四獎嗎 我看一下 因為第三獎以後應該是第四獎 因為我一共有八獎啊 那真的很不好意思 我真的 因為我一共有八獎要跟你們講 所以那個 因為我自己的獎益印下來 我一共有八獎在這個裡面 那個 我看 請蒙運動 哎呀他只到第三獎啊 沒有關係我先跟你們講 因為我覺得這個可能有方便你們思考跟那個 第一個就是在初代教會 所給我們立下來的 蛇吉的屬靈傳統 那因為那個時候他們跟我們今天的家庭教會一樣 要為信仰付代價 為主殉道 叫做紅色殉道 那這個 那這個 這一個為主殉道的 這個等到太平的時間 就沒有辦法殉道了 所以 就發展出 功課幾聲 叫聲服我 致死肉體的 叫做修道主義 那個叫白色殉道 你知道人都有自虐的傾向 所以 你沒有苦受的時候 他就找苦來受 在基督教界 人都要表達 常常喜歡表達自己比別人屬靈 所以修道主義的背景很複雜 都是一群搞怪的 然後結傲難訓的人 但是初代教會的教父很偉大 他不是把那些人定罪 因為他知道這些人 標新利益追求那個特別 那就把他收納 變成教會的一部分 所以奧古斯丁 也柔米這些偉大的教父 亞他那修 亞他那修就去見聖安東尼 然後把寫著聖安東尼傳 就是沙漠教父 我就跟你講說 直接可以見你跟你說話的時候 就好像上帝在跟你說話的 那一種的屬靈操練 修道主義就興起 對不對 那這個修道主義 就把這些人歸納入教會 所以天主教就分成了兩股力量 出世的教士 入世的教士跟出世的修士 所以大陸的那個 只讀那個什麼 只讀詩篇的 只唱詩篇的王約翰牧師 他就是修士出身的 他說他快要被案例的那一天 他認識了趙天恩牧師 他整個歸正 所以他脫離了天主教 他真的很特別 學問也是好得不得了 也是好得不得了 他們有修士的 入世的傳統 他們也有什麼 出世的信仰 他們也有入世的 那一個教士的傳統 而這裡面的時候 他可以永遠不決地 提供教會的動力 那這個舍己屬靈的傳統 也在新教裡面產生 新教的從喜派 清教徒也都是為主受逼迫 對不對 為信仰犧牲生命 所以我偷偷的透露給你們 就是說 那我們講中國教會的屬靈傳統 其實有一部分也繼承了這一個 好 第二個就是 末觀修道的屬靈傳統 那這個 就是像沙漠教父個人修道 然後呢 像聖本堵修道會群體修道 然後呢 當然這種默想的是正統的 但是冥想的是不好的 那冥想的不合乎我們的改革終神學 如果你覺得有疑惑 請你去看梁家林老師的書 末觀跟冥想 默想跟冥想 末想是要藉著事物來想 冥想是直接 就好像我們中國人的那個 用你的心指指上帝 然後追求跟上帝合一 那這個是不合乎那個的 因為唐宗隆牧師也講 神就是神 人就是人 人不可能變成神 神不可能完全跟人不分 對不對 那這神學是對的 可是在修道主義的傳統的裡面 他們追求的就是神人合一 那東正教保留了這個傳統 所以我碰到東正教的神父的時候 他有一天就跟我講 因為他不曉得我是基督教的牧師嘛 他說你們中國人信錯了啦 我說為什麼信錯啦 他說中國人追求那個天人合一啊 天人合一在我們東正教是可以成立的 但是在新教是不可以成立 在西方的大公教會跟新教是不能成立 因為神性不能聖化人性神人合一 可是東方教會是神性大於人性 神性可以逐漸的聖化人性 所以這個就是約翰衛斯里的成聖觀 就受到的東正教的影響 所以約翰衛斯里才會講 他講出了一句話 完全成聖是可能的 那個是東正教產生出來的東西 那產生出來的東西 神學是不一樣的 真的是不一樣的 這個是柏拉圖主義所產生出來的 因為在希臘的哲學跟神觀的裡面 他們是流出說嘛 所以神性是可以不斷的聖化人性 但是神性如果到最後 神人的惡性合而為一 那個就是异端 那定那個列斯托流罪的那一個 Cereal 他就是保持這個界限 他沒有越過這個 那這裡面的時候有很多的東西 都是有的 你甚至可以講神性 高過人性 聖化人性 但是他如果沒有越過這個界限 就是神人的惡性變成一性 那個就不是异端 那個就好像恩典的理論的裡面 柏拉圖是完全靠意志 所以异端 可是如果是阿米念他是有問題的 可是他因為他還相信恩典 你不能定他异端 我只能講說他在教育上面 我認為他是極端嘛 對不對 一些東西的那個 好 很多的東西我想看看 那莫關的屬靈傳統 沙漠教父 對不對 那個沙漠教父安東尼活了一百歲 他在城堡裡面修了二十幾年 人家以為他 每一年給他送兩次的食物進去 他吃很少啊 他們二十多二十年以後 打破那個城門想把他救出來 結果發現他整個人反而是更榮光煩發 更加的年輕 而且他從此以後他跟你講話 他就是 他不需要一定要引用經文 聽說是直接就可以跟你講話 這個是亞特納修的那個聖安東尼傳寫的 不是我亂講的啊 末關這種靈修的屬靈傳統 中世紀的靈修 近代的 Thomas Merton 然後盧云 Henry Narn 那那個 基督新教在這個層面上比較弱 那第三個 留給我們的就是中世紀 我剛剛為什麼要跟你們講那個圖表 中世紀的時候 末關是在初代教會跟中世紀 形成的 那聖禮的屬靈傳統 那聖禮的屬靈傳統 是在中世紀所形成的 對不對 那當然聖禮的建立 跟奧古斯丁也有關係 奧古斯丁直接講 聖禮雖然是可以看見的形式慶祝 但必須用不可見的角度來 perspective來理解 那但是聖禮觀在那個 他們修改了奧古斯丁的恩典的理論 對不對 那然後呢 把 變成了中世紀的七聖禮 對不對 那聖餐的話直說 對不對 那整個成形 那個聖禮好像變成魔術 對不對 那天主教不是叫做禮拜 他們的彌撒就是那個畫質說 經過神父助導 那個餅跟杯就變成了 耶穌真正的血跟身體 所以他跟新教不一樣 天主教為什麼只領餅不領杯 對不對 唐彭牧師說他只能領餅 如果杯經過神父助導 主教助導 已經變成了耶穌基督的身體 你不可以打翻耶 你如果打翻在地上 你要針 都要把它針出來 因為那是耶穌基督真正的保險 你可以拜他 那像我們禁信會對不對 是象征說嘛 所以那個聖誠的餅跟杯 用完大就說我小孩子就拿去喝啊 好高興 那個天主教是大逆不道的 那是耶穌基督真正的身體 跟保險 是真的 所以他領受的時候他會發抖 對不對 聖禮重不重要 聖禮很重要啊 對不對 如果按照天主教對不對 原罪洗禮是得救進入教會 所以你不要問天主教說 你有沒有重生得救 他會覺得你問的莫名其妙啊 我受洗進入教會 就是進入上帝的國啊 我就加入了那個 所以只有一個教會 我們是兩個 對不對 天主教不是啊 那這個聖禮的傳統 那路德只剩下兩個 路德只剩下兩個 那所以到第十到今天 天主教跟東正教 聖禮是仍然放在信仰的核心地位 這個也就是導致為什麼 慈運禮跟路德 會為了 林再說 還是為了象徵說 兩個人就翻臉啊 其他十三條十二條都達成協議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牽涉到恩典的管道 恩典的媒介 屬靈的實際怎麼臨到你啊 那個就是牽涉到像救恩怎麼臨到你 所以兩個人都不能讓啊 對不對 教恩最厲害 可以把慈運禮轉過來 好 第三 第四個是最偉大的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聖道的屬靈傳統 那這個聖道包括宣教 因為上帝的靈是藉著上帝的道 而工作 對不對 靈魂派 他為了跟基督教那個 他常常講 我們同時重視聖 那個聖靈 跟聖道 周神柱牧師在華福會這樣講啊 唐中東就跟他講 基督教是唯獨聖經 上帝的道 聖靈 是藉著上帝的道而工作 所以是聖道 聖道就是聖道 聖道所產生出來的 我們改革中的傳統 聖經整學跟這些 從唯獨聖經產生出來的 其實唯獨聖經跟平信徒皆記師 真正的落實 不在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只改革了一半 信徒皆記師沒有真正落實啊 只有在崇禧派裡面 他們真正去那個 但是我不是講這個對 因為我們還有群體 約的這個問題 這個層面上來解決 但是你真的要落實 唯獨聖經 很困難的啊 那個時候的人百分之八十九十 都不認識智啊 所以你不要罵天主教徒 天主教在中世紀跟初代教會 他們不需要靈修啊 不需要靈修是我們 近現代教會的專利啊 那你說公文是平正是什麼 初代教會跟中世紀 一直到中教改革是羊皮卷嘛 一個是沒辦法試試 第二個 你家裡能夠養羊皮卷嗎 你的教會都還不一定有 所有的聖經的羊皮卷耶 所以他們只能聽聖經 所以教會有讀經緣 跟猶太會堂一樣 能夠讀聖經 是古登堡 發明印刷術以後 印個五百本已經搞成宗教改革了 對不對 那你想到啟蒙運動的時候 教育普及 每個人都要受教育 那個當然就把教會翻過來的嘛 所以我才會 昨天講了一句話 那個洪布斯 那個叫我要改一改 就是平信徒架著牧師去宣教 他說那個 那事實上是這樣子 因為平信徒讀聖經嘛 對不對 那平信徒讀聖經 他也很認真啊 他讀出來 他就覺得牧師講錯啊 對不對 你不好好讀 長老的學問比那個牧師還好 對不對 真的啊 像台北的信友堂那個行委長老 他是平信徒啊 他講道比沈正牧師還好啊 那個是有關係的 所以信徒的力量會產生出來 就跟這個有關係啊 那一直等到十九世紀 對不對 女性取得了那個選舉權 跟那個的時候 女性也可以受教育 所以才會產生那麼偉大的 那個宣教力量啊 對不對 那現在還有一個很偉大的力量 老人 因為我們現在可以活到九十歲 一百歲 所以六十歲以後 不要讓這些老人掌權 但是要善用他們 剝削他們 讓他們在教會好好維生 因為他們都有錢 呵呵呵 對不起啊 欸 老人有知識 現在頭腦又清楚 可以做多少事情啊 對不對 還可以活二三十年 對不對 像郭牧師還跟上帝求師 我現在六十七歲 我還想再做十五年 我都做義工嘛 對不對 他們都有那個偉大的 第五個是叫做聖節的屬靈傳統 好 因為 約翰衛斯里 所做的工作 成聖的工作 跟聖靈的工作 非常密切 對不對 那你成聖當然就是追求聖節 所以在這個層面上面來講 約翰衛斯里 在成聖的教義上面 有可觀之處 他也某種程度補足了我們改革中 跟路德中在成聖的教義上 不是非常完全的地方 但是也因為 那也因為約翰衛斯里的緣故 約翰衛斯里是近代靈恩運動 跟聖節運動的起頭 近代的奧秘派 追求聖靈的內住 是跟約翰衛斯里有關係 一個聖節運動 包括凱錫克大會 凱錫克大會 尼托森所受到影響的凱錫克大會 那個是十九世紀 那個 那個的產生出來的 那它是融合了聖節運動 跟改革中的信仰 然後說產生出來的 那當然它是形成的 弟兄會的信仰的基礎 可是真的就是 那個有聖節的傳統 然後更進一步就產生了 什麼 五行節運動 也就是靈恩派的運動 因為 約翰衛斯里講 路德講 音信稱義 可是你怎麼證明你音信稱義 改革中講 那一個 什麼 榮耀上帝 所以 正統的改革中 你問他重生得救 他會跟你講我不知道 我就是榮耀上帝 這是正統的改革中啊 你今天講說你什麼得救的確據 這個是來自於敬虔主義嘛 正統的改革中是你要那個 那你只能藉著任性 藉著那個表達 但是你到底在上帝 你要到上帝那邊去才知道啊 對不對 正統改革中應該是這樣回答嘛 如果是我 我就會像林中宏老師所講的 有一天到天國那裡 我要問上帝說 上帝啊我認為那些該來的 為什麼沒有來 那上帝啊為什麼 那我認為不該來的來了 上帝啊為什麼我可以來 這三個最後一個問題最重要 對不對 那 但是 約翰卫斯理就是告訴你 可以全然成聖 他又把你帶回內在 但是 他的全然成聖 還是沒辦法滿足人的那一種那個 所以 到最後就會產出聖結派 他們要求聖靈的內住 聖靈長久的內住 因為那時候開始產生 是靈恩的問題嘛 靈恩是追求外在 因為他覺得 約翰卫斯理的 成聖跟這些東西不夠實在嘛 那我要具體嘛 那具體就是用方言 用這些東西 聖靈的那個來印證 那可是聖結派 永遠跟靈恩派是對立的嘛 所以這個就是小群 為什麼不能認同靈恩 因為聖靈的內住 聖靈的內住是很久的內住 追求的是很久的內住 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就一直影響 整個一直到近代嘛 那他們講追求聖靈的內住 那我就跟他們講 那你為什麼不去修道 修道主義 你在修道可以住 四十年五十年一輩子修道啊 對不對 那我覺得修道主義更高啊 對不對 所以我常常跟你們講 有很多的東西 你以為你發現了什麼聖經 什麼寶貴的那個 你的那些東西 那些問題在修道院都 人家多少人是敬前追求 他一輩子都住在修道院耶 然後一天靈修八次耶 你晚上都要爬起來靈修 因為 因為詩篇一百一十九篇告訴你 那個白天我要七次讚美 你晚上要有一次讚美神 他們就是這樣啊 所以半夜一定要吵起來敬拜上帝啊 你一兩年很敬錢 你比不過那些修道士的啦 但是 我不講了 我要趕快把這個講了 好 進入了自由派神學 就是追求公義正義的屬靈傳統 跟聖結相比 這個公義的屬靈 正義跟公義的屬靈傳統 不是追求個人 而是社群 追求社會 那其實 這種其實就是社會關懷啦 也是在某個程度上面 也是我們應該做的 對不對 那我們不要把它想到說 哎呀這個就是那個什麼 這個是自由主義 我們為什麼會講文化使命嘛 對不對 為什麼你們要有洛商宣言 因為基要派就是把學術 把社會關懷 把社會關懷 所有東西都讓給了自由派 對不對 好 第七個 是靈恩的屬靈傳統 靈恩這個現象 其實不只在現代 其實在第二世紀的孟他努主義 對不對 對不對 那一個 他們追求那個聖靈 跟修道裡面走到最後 他們追求那個奧秘主義 密器主義 其實都屬於靈恩的 這個層面上的傳統 所以我把它轉過頭來 我們看第二講的後面 第二講的那一個 第二講的 我看第幾頁 第 第八頁 我覺得 那個 我在終神的老師 他告訴我們一個信仰的五個 像度 dimension 我覺得你們作為參考 他說 第一個 信仰一定要帶出尾聲 那如果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 可以帶出共產黨圖那樣的尾聲 為什麼基督教的信仰比這個更偉大 我們沒有尾聲 對不對 那就這個尾聲的像度來講 我覺得改革中是很強很強的 尾聲的像度 意識形態的像度 因為我們的條理是非常的分明 那第二個是認知性 也就是神學教義的像度 這是改革中最厲害的地方 也就是客觀理性的這個層面上面 那改革中在這邊我想 那個大概無出其右 那第三個 你的宗教信仰一定 因為上帝是有位格的上帝 你一定要有主觀經歷的像度 對不對 你一定要祷告蒙應允的經歷嘛 對不對 那你跟上帝 那一種在聖靈的 在神的話語裡面 上帝怎麼樣 借著祂的話感動你 那一種屬靈經歷的像度 對不對 你甚至也有疾病被医治的像度 對不對 然後你可能有 甚至有一病趕鬼啊 這個什麼 唐崇隆牧師說 趕鬼不是恩赐 趕鬼是權柄 每個基督徒應該都可以趕鬼 所以趕鬼不是恩赐 因為那他是恩赐 我覺得唐牧師常常有很多很好的洞見 另外一個 是禮儀的像度 這個禮儀的像度 我想不應該像天主教說只是禮儀 而是基督教所有的信仰 融入了你的生命 從出生到死亡 都有 你有 我講一個比較簡單的 就是像民間宗教 或者中國的佛教跟儒教 你的動作起居 你的家庭的進退 所有的節期都有基督教信仰 都有他的信仰在裡面 那其實我比較把這個看成是文化 基督化的像度 就是禮儀的像度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基督教的分禮那麼吸引人 對不對 為什麼基督教的喪禮你一定要好好的辦 因為那個禮儀跟那一個可以感動人的心 這個也就是為什麼日本基督徒那麼少 可是日本很多的飯店或者很多地方都有設立教堂 讓人家舉行基督教分禮 他不是基督徒他都要舉行基督教分禮 因為可以辦得好美跟那個 對不對 所以每一次的商禮 每一次的分禮 我都覺得我像在辦盛大的布道會那樣慎重 你要知道那是信徒生命中唯一的一次 對你牧師對傳道人來講 你是常常在組織這個 但是對我來講我每次面對那個 我都要去把那個上帝跟他的特別關係 甚至牧者跟他的特別關係講出來 因為那是他們生命中唯一一次的分禮 在神人面前立約 所以分禮商禮要很個人性 你要有神的道 但是你也要很有那一種 因為家屬 而且很多的家屬是第一次踏入教會 禮儀 我真的覺得很重要 改革中另外一個最強的是實踐的項度 那這個實踐 基督信仰必須能夠實踐 那他呢 有個人實踐的項度 還有群體實踐的項度 你不能只有個人實踐 你還要有群體實踐 我還是要講一下第三講的宗教改革 神學傳統跟我們華人教會 這一講我給的比較多 我給的比較多 因為我覺得這一講是特別重要 特別重要 所以我的引言跟你們講說 新教入華是1807年 宗教改革是1517年到1648年 新教在中國的各宗派的信仰源頭 當然可以追溯到宗教改革時期 但是我們都是宗教改革的子孫 然而新教入華跟宗教改革之間 相隔超過200年 所以從16世紀的宗教改革一直到今天 新教的信仰群體 也經歷了許多很複雜 而且很有趣味的發展過程 所謂的福音信仰 也經歷不同時期的變化 留下寶貴的豐富的屬靈遺產 那我明天跟你們講講宗教改革 我很短的講 因為我覺得你們一定聽很多的意義 那我只是跟你們提說 宗教改革 這一百多年的期間 如果你要了解 很容易了解 我在台灣講課 我常常喜歡用國民黨跟民進黨 台獨跟統一做理論 你們知道 台灣呢 統獨 是這樣子 一個是統派 我把它插掉 因為這樣跟你們講 你們大概就會比較記得 一個是統派 一個是獨派 那黑的 那黑的 那是黑的我打不開啊 我打開了 統跟獨 那統獨之間有光圖 那這裡呢 有中間偏統 然後有中間偏獨 然後還有中間派 好 好 統派呢 大概就是那個李登輝的那個台聯黨 那獨派 他是大概只有3%5% 對不對 那追求極統的呢 有新黨啦 還有一些那個 統一黨 這是極統跟極獨 那民進黨呢 是中間偏獨 那那個呢 國民黨呢 這個應該放在這裡 國民黨呢 應該是中間偏獨 所以國民黨的每個領導人 都在講說 要跟中共簽和平協定 那真的很天真 中共什麼時候講過誠實話 每次都是訪言 那像郭老師呢 我們那個我長久希望統的 那現在我希望追求什麼 主權 能夠保存主權 因為現在不能被他統 因為台灣要作為一個 一國兩制就給我們雪淋淋的教訓嘛 對不對 所以呢 像我們絕大多數的人是這裡 中間派 好 宗教改革也是這樣 獨派只追求個人的 那個叫做重喜派 那天主教呢 是追求大一統的 不准你分裂 對不對 那就是天主教的反宗教改革 這裡面呢 這裡面呢 有一個偏天主教的 不情願的宗教改革 就是誰 那一個聖公會 對不對 為了娶老婆 教皇不同意 所以進行宗教改革 那個改革一定是半桶水嘛 所以才會招致清教徒要 pureify puritan 對不對 那個叫做聖公會 他是偏天主教的 所以你看到聖公會的那個 那個十字架上面 都還有耶穌的像 釘在上面 我們這講 高舉復活的基督 天主教是什麼 受苦的基督嘛 因為他們是每一次 的那個彌撒 就是耶穌基督的 釘十字架聖基復活的再現 所以那個 那聖公會 又叫做安利甘宗 英國國教 中間偏讀的呢 就是咱們改革宗 改革宗是除 聖經有規定的在崇拜教義上面的才做嘛 那中間派的呢 這個不像台灣的那個 台灣中間派是占多數 那中間派的是馬丁路德 只要聖經沒有反對的都可以做 所以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呢 他只要覺得沒有嚴重違反信仰的他都可以做 那你從這裡面你基本上就可以了解 你每一次進行一些運動跟改革的時候 大概都會有這些 在那邊觀望的啦 牆頭草的啦 然後很激烈派的要當烈士的啦 那王儀可能就是這一種啊 對不對喔 那一個洪牧師可能就是這個啊 然後那些其他的人可能就是這個啦 然後這個三智慧就是這個嘛 我要這樣講你們能不了解 然後我明天就開始跟你們講那一張圖表 那一張圖表是要幫助你們認識 我們所知道的所有的那個那個中派 都是來自於宗教改革 好吧就到這裡好不好 或者你們有問題或者有沒有要問這樣子 時間給照